比利11名90岁老妇人因为跌倒送医 5天之后却不幸死亡 后来检测出同时感染英国以及南非两种变种病毒 专家表示这可能会使两种病疫株发生互相重组 衍生出一个新的变种 因此威胁性不容忽视 同时也可能成为下一波疫情的强敌 比利11名90岁的老妇人因为跌倒送医 结果在同一天确诊新冠 证明老妇人并没有施打过疫苗 血氧浓度一度良好 但是病情却急剧恶化 入院5天之后死亡 医疗人员进一步检测之后发现 老妇人身上既然有两种病毒 一个是英国变种Alpha 另一个是南非变种Beta 而同时感染两种变种病毒的威胁性不容忽视 因为可能延伸新的变种病毒 另外打两剂疫苗之后 人会感染的案例也越来越多 36岁法国女新雷瑟雅度也是现在的庞德女郎 原本要参加砍成影展 但是透过发言人表示已经接种过两剂疫苗的她 经筛减后居然确诊 还好目前没有症状 只是必须居家隔离 另外荷兰在两个礼拜之内担任新增确诊的病例 从500例飙升到7000例 因此在9号宣布启动新一波的防疫措施 除了五天夜总会必须关闭之外 民众在餐厅吃饭 座位必须保持1.5公尺的距离 荷兰在解封之后不到两个礼拜 又重新回到紧缩的措施 显示新冠疫情因为变种病毒越来越难以预测 记者综合报道